總編輯時間 歡迎您收看 我是李寧思 蘇州市公安局網站消息 中國女子胡有平 為阻止一中國男子 砍傷一對日本母子 而被連桶術遭重傷 經搶救無效 於26日下午不幸離世 公安局提請追授他 蘇州市建議勇為模範稱號 通告說 1969年出生的胡有平 在他人面臨嚴重生命威脅時 不顧個人安危 挺身而出 避免更多人遭受傷害 展現出英勇無畏 匡扶正義的崇高品質 有力地弘揚社會正氣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鼎 在28日的記者會上 對胡有平的不幸離世 表示哀悼並慰問他的家屬 據日本媒體報導 日本外相上傳揚子 28日悼念胡有平 表示聽聞他離世消息 深感悲痛 並再次對他的勇敢行為 表示深深的感謝和敬意 他也指出 日本將繼續與中國當局合作 盡最大努力確保日本居民的安全 日本駐北京大使館 和上海總領事館28日 都下半期致哀 日本駐上海總領事 赤松秀一說 日本永遠不會忘記 胡有平崇高的現身精神 港媒報導 在蘇州的日本人 自願為胡有平發起募捐行動 目前已募得超過400萬人民幣上款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聞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發表70周年紀念大會 28日在北京舉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發表主旨演講 提出新形勢下 中國和各國 弘揚五項原則精神的重要主張 他並宣佈中方為推動 全球南方合作採取八項措施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發表70周年紀念大會 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金色大廳舉行 世界多國前政要專家學者 友好人士等600多位嘉賓 應邀出席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大會發表主旨講話 全面總結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歷史貢獻 指這五項原則 為國際關係和國際法治 樹立了歷史標杆 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建立 和發展關係提供了正確指導 也為國際秩序的改革和完善 貢獻了智慧 面對當前的國際形勢 習近平還呼籲 各國要堅持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內涵 特別是堅持主權平等相互尊重 習近平還著重談到 全球南方的團結合作 呼籲各國共同維護和平 堅持開放發展 完善全球治理 他並在會上宣布 中方推動全球南方合作的八項具體舉措 中方將設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未來五年 向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一千個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卓越獎學金名額 提供十萬個研修培訓名額 並啟動全球南方青年領軍者計劃 習近平還表示 中方將同有官方共同設立 落實全球發展倡議 三方合作示範中心 支持全球南方國家經濟發展 同時 中方將在國際農業發展基金 蓄涉南南及三方合作基金 增加一千萬美元等值人民幣捐款 用於支持全球南方農業發展 中方願同更多全球南方國家 商談自由貿易安排 他預計 從現在起至2030年 中國自發展中國家累計進口額 有望超過8萬億美元 對於中國自身的發展 習近平在講話的最後也強調 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堅持同世界各國友好合作 共同發展 他表示 中國正在謀劃和實施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 將會繼續推動制度性的開放 他最後強調 中國開放的大門 只會越開越大 永遠不會關上 鳳凰衛視人小文 周明亮 北京報導 6月28日是烏克蘭憲法日 總統澤連斯基在利沃夫 向國民發表講話 他表示 戰爭讓烏克蘭人改變了生活 改變了職業 但沒有改變對自由 對國家和歐洲的選擇 28年前 烏克蘭通過了獨立後的 烏克蘭憲法 6月28日被定為國家憲法日 第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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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從第一時間 一開始 人人說了 讓他們 在第一時間 真正在第一位置 所有人 都在第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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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 出現了 重要的必要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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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人的犯人。 最重要的方法是最重要的方法 和事全国的国家。 此外的人每天都多数万人。 有些人,在前面前, 人们都很难工作 为改变国。 这些人,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 改变自己的好人, 但不是改变自己的选择. 在乌克兰宪法日 斯洛文尼亚总统穆萨尔访问乌克兰 在会卷时 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正在进行第二次和平峰会的筹备工作 正在为各国提出的和平方案要点进行准备 必须针对俄罗斯侵犯的所有安全方面制定行动计划 乌克兰不想延长这场战争 必须尽快实现公正的和平 奉公为时特约记者李向 基辅报道 将于9月底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27日谈到持续了两年多的俄乌战争时表示 俄罗斯没有能力在乌克兰战场取得重大突破 而基辅的深度打击已造成俄罗斯重大损失 俄罗斯托尔滕贝格兰战场取得重大突破 韩国电视网和美国战争研究所消息 朝鲜最早或会在7月份派遣军事建筑和工程部队参与被占领的顿捏 顿捏茨克州的重建工程 韩国电视网援引政府官员的话说 朝鲜是向被占领的顿捏茨克州派遣大规模工程兵部队 协助重建当地的基础建设 报道称朝鲜军方拥有10个工程兵旅 估计要向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部署3到4个工程兵旅 为此朝鲜每年可从俄罗斯获得高达1.15亿美元的不定额外汇收入 我们把这个消息与近期的一些动向发在一起做一下综合的观察 第一 其实这是普京访朝之后两天就有韩国电视台透露的消息 而关于朝鲜可能派壮丁到乌冬工作的传言 去年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之后就有了 那么这次的消息 一是确指派出的是工程兵 是属于部队 不是民工 第二是指出俄罗斯的回报是真金白银的美元外汇 第二 朝方派出的虽然不是作战部队 但也是属于正规的军队 并且是在战争区域 如果实施的话 那就是朝鲜正式出兵参战了 性质很严重 可以说这是战争爆发以来 首次有国家公派军队进入乌克兰战场 这表明俄朝关系真要与鲜血凝成了 第三 朝鲜把子弟兵派到外国支援俄罗斯作战 不仅是换取外汇 更大的意义在于俄罗斯也要支持朝鲜在东亚的行动 或者说如果朝鲜与韩美日发生冲突 俄罗斯必须出兵 支援介入 那么第四 这样一来 首先恶化的就是韩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韩朝签约之后 不是 俄朝签约之后 韩国当即就表态 可能直接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而为此 在普京访问平壤之后 俄罗斯的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 还专门到韩国去了一下 那么前天呢 鲁登科又在莫斯科会见了韩国驻俄罗斯大使 李杜勋 敦促韩国政府 你要重新考量和俄罗斯对抗的政策 表示不能够容忍韩国政府高层人士 就俄朝合作发表反俄言论 威胁说韩方与俄对抗将导致 俄韩之间数十年累计的建设性合作成果被破坏 那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警告首尔不要鲁莽行动 说这可能会给俄韩关系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 可是呢 第二天 韩国外交部反警告俄罗斯不要犯下错误 以免韩俄关系面临不可逆转的后果 第五呢 北约公开的支持韩国 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接受韩联社专访的时候 表示韩国对乌克兰的军援与朝鲜援助俄罗斯不同 说韩国是合法的 那么无论韩方给予乌克兰何种军事援助 北约都很欢迎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韩国不仅拥有顶尖军工产业 高级军事力量和大量弹药储备 而且具备乌克兰需要的各种军事资源 如果韩国能够直接对乌克兰军援 那将使战局产生有意义的变化 显然 这是北约在直接对韩国进行鼓励 看看另外则新闻 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 28号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CNN总部举行 81岁的民主党总统拜登 与78岁的共和党前总统特朗普 时隔4年再次腾台 双方围绕经济 边境和堕胎政策等 一系列问题展开正面交锋 观众瞩目的2024美国大选首场 电视辩论开始 拜登与特朗普先后缓缓走上讲台 双方已改网入惯例 没有握手 面对主持人提出选民不满物价飞涨的问题 拜登率先回应称 上届特朗普政府给当局留下烂摊子 自民主党政府上台以来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We got to take a look at what I was left when I became president and what Mr. Trump left me we had an economy that was in freefall the pandemic was so badly handled many people were dying all he said was it's not that serious just inject a little bleach into your arm you'll be all right the economy collapsed there were no jobs unemployment rate rose to 15 percent it was terrible and so what we had to do is try to put things back together again and that's exactly what we began to do we created 15,000 new jobs we brought out in a position where we have 800,000 new manufacturing jobs but there's more to be done 美联社证实 拜登口误将1500万个新增工作岗位 说成15,000个 在快达环节 拜登批评特朗普处理阿富汗问题不当 特朗普回应道 自己是有尊严的撤军 拜登的撤军方式才让美国蒙羞 此外拜登和特朗普还围绕边境 堕胎政策等问题进行争论 拜登在发表对于边境问题的见解时 出现口吃 特朗普回应称 听不懂拜登在说什么 复航卫视综合报道 拜登和特朗普在首场 电视辩论中 在外交议题上争持不断 特朗普表示 假若美国有一位真正的总统 普京绝不会入侵乌克兰 并且扬言当选将解决加杀冲突 拜登则指特朗普是在胡言乱语 他强调美国必须继续帮助乌克兰 时隔近四年 两位总统候选人再次面对面交锋 两人在外交政策议题上 针锋相对 互属对方不是 特朗普矛头直指拜登政府 表示美国现实缺乏一位真正的总统 认为现届政府于俄乌问题上处理不力 实际鼓励了普京 特朗普又指 拜登政府容许俄乌战争发生后 一次又一次向乌克兰提供近200亿元援助 类似情况美国史上从未发生 他有补充说 假如他在任 他不会容许加杀战争继续 换到拜登发言 他表示特朗普一直胡言乱语 俄乌战争发生是基于上届政府 特朗普在任时对俄罗斯的纵容 让普京随心所欲 拜登表明普京是战犯 明确表示要重建旧苏联帝国 夺取乌克兰后绝不会罢首 他强调美国必须继续帮助乌克兰 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5号举行 拜登和特朗普以各自提前锁定 所属党派总统候选人提名 两人会在9月10号第二场辩论当中再度交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美国时间 星期四的晚上 美国人民都很焦急 观看第一场总统辩论 希望他们所踪入的候选人 能够证明是有能力入主白宫 或留在白宫 但是这次辩论完了之后 民意测验拉得很大 拜登总统的分是比特朗普差太多 基本上百分之三十几对百分之六十几 表现很令人失望 虽然特朗普肆无忌惮地撒谎 而且这两位老家伙 还互相攻击对方的高尔夫球技 但是两个人的弱点加起来 在这种统论是更大 我看到刚刚美国的咨询机构 欧亚集团总裁布列墨 发给我信箱里边的一个 他的一个文章 说认为这是拜登重大损失 而又看到纽约时报的文章 说拜登损失是灾难性的 就是灾难级别的 这个伊安布利墨说 说特朗普看起来充满活力 而且基本上是遵守规则 那么拜登看起来是有些语无伦次 那么伊安说 他说在他看来 特朗普根本就不应该参选 因为他不适合当总统 但拜登也不应该参选 因为他太老了 所以说这两位老人在这里边 相比之下 特朗普在表现方面是好一些 那么拜登这次表现 应该基本上用美国的话说 就是搞砸了 本来有几个辩论的焦点 比如说特朗普任命 最高法院的法官 2022年那个多台案 那本来应该成为拜登最得分的地方 可以帮助民主党 在晚些时候的中期选举当中 他是当时2022年 就让这个民主党中期选举当中获胜了 在利用这个时候 应该再继续攻击特朗普 但是拜登说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磕磕绊绊 没有抓住攻击对手的 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在其他的问题上 拜登比如说经济 移民 外交政策 其实拜登对事实的掌握 比特朗普要强 但是问题是 在编论当中 没有人去看记录的 他们只是看表现 看谁说得好 在这方面 特朗普一直先天就在优势 那么下一个问题出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拜登会不会退出 我记得在越南战争 打得很糟糕的时候 当时的约翰逊总统 他私下就和苏联駐美国大使说 我准备退出竞选了 也是个民主党总统 这次拜登会退出吗 那么现在的 这个民主党的官员在几乎全部的 一边倒的坚决支持拜登 这个加州的州长纽森 在辩论之后表示呢 他说在拜登社后团结的是 无可复加的 就铜枪铁壁 还是总统不应该下台 可是私下里呢 这个党内人士都 关于这个拜登年纪的问题 传言是越来越多 那么民主党人现在有些惊慌失措 下一步怎么办呢 都是很难说 所以说呢 当然了还有 就是这个 在大选辩论当中的表现 不一定能够代表投票率 那么如果拜登下台的话呢 那民主党在8月19号的 芝加哥大会上 将陷入一场混战 所以现在呢 对于民主党来说呢 不但这次表现是拜登的灾难 可能也会给民主党带来灾难 我们还要往下看 投票未必等于这个辩论 现在请看 凤凰温室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标的经文 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明思 法国将于30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第一轮投票 极右国民联盟领袖勒庞近期警告称 如果国民联盟组成下届政府 总统马克龙将无法以三军总司令的身份 向乌克兰派兵 勒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三军总司令是总统的荣誉头衔 因为总理掌握财政权 他强调自己并非质疑总统 向海外派遣军队的权利 只是说总理可以透过控制预算 拥有反对派兵的手段 最新民调显示 国民联盟可能赢得36%的选票 而并没有达到控制议会所需的绝对多数 勒庞表示 如果国民联盟赢得绝对多数 那么马克龙将别无选择 只能任命28岁的现任党首 巴尔德拉为总理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的是两轮投票 那么30号就是第一轮 马克龙的决定大选是一次豪赌 那么有评论家担心是不是会出现 马克龙的滑铁卢 那么这次的这个 如果不是法国现在历史上的民调 是错误的话呢 那么现在呢 这个总统马克龙就已经被预示者 将失去议会的多数席位了 民调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由勒庞还有他扶持的那个党首 巴尔德拉领导的极右国民联盟党 以35%到38%的选票领先 这远远超过马克龙的政党 马克龙的政党只有20% 而且还在下降 但另外的一边 就是自称新人民阵线 它有几个左翼党 这个组成的这个左翼联盟呢 据说得到 能得到28%到31%的选票 这是民调啊 那么现在呢 谁都说不准 因为有两轮投票制度 对于马克龙来说呢 最糟糕的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右翼的选民 他们担心这个左派上台 所以才纷纷出来投票 投这个国民联盟 那么左派的选民呢 由于怕这个极右翼 国民联盟这个占多数呢 就马上转到这左翼 结果就把马克龙 中间派给挤出去了 当然了 这个如果巴尔德拉 这个国民联盟 不能够取得绝对多数 那么他能不能当总理呢 他事先已经说了 他不想和别的 这个党联合组成少数派政府 以免被中间派和左派联盟 迅速赶下台 那么左翼现在看来 也不再能够获得多数席位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可能出现什么呢 可能出现僵局 僵局可能对马克龙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僵局对于法国来说 甚至对于欧盟来说 都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甚至能带来很多的 未来不确定因素 对于欧洲来说呢 也很负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国家的大选 伊朗大选投票 28号上午8点钟开始 民众是陆续前往投票站 投票选出新议任的伊朗总统 已接任上个月 在坠机事务中遇难的来袭 我们看到画面显示 伊朗最高领袖 有哈密内衣现身投票站 投票 那么本次大选 共有四位候选人参选 分别是伊朗议会的议长 卡利巴夫 前首席核谈判代表 贾利利前卫生部长 佩泽什基安 前内政部长 普尔·穆海默德 伊朗内政部表示 本次投票共设超过 58000个投票点 符合投票资格的选民 及年满18周岁的伊朗公民 超过6100万人 当局于6月29号 会公布选举结果 如需进入第二轮投票 将在7月5号进行 最后请您浏览 世界其他媒体的 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